我那个时候还并不知道自己有这个病 我只是知道我每个月来月经的时候 我很需要这个 然后我总会忘记 我当时发那条小红书是因为 当时有一个就是大家在讨论 那个高铁是否应该售卖卫生巾的这样一个话题 好像女性的需求被忽视了 然后我当时就有感而发 我就觉得说 其实说实话并不是所有的女生能够记得自己的经期 并且随时随记得她可以携带这样的用品 所以我们其实都是自发性的 做了一些很简易的卫生巾互助盒 然后放在了学校的公共场合里面 我第一个卫生巾付出盒 是放在图书馆的卫生巾里面 大家把卫生巾 用了卫生巾以后 然后下次再来图书馆的时候 我们就把自己带来的卫生巾来放进去 这样这个付出盒就可以循环的利用 我从大厂到大厂一年的时间 应该基本上是我们学校所有的教学楼 基本上那些比较大的教学楼 还有像图书馆这样的公共场合 每层楼的厕所都有个层心互助盒 做这个活动 然后就是可以说就是引起了很多女生的共鸣 我就觉得发起了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我觉得就是可以给别人提供帮助嘛 再加上其实我们对于月经的颜值 对于这个卫生巾的这方面 就我们受到教育来说 其实有很多缺失的地方 正好可以借这个活动 就是我们可以科普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能够更加的了解自己的身体